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运载火箭智能可控回收 它的原理就是运用了人工智能的方法 然后通过火箭它自学习的方式学习出了一套控制的策略 然后实现了对自己的可控回收 学校的实践环节中会经常接触到四旋翼飞行器 四旋翼飞行器当它的讲具扩大的时候 它的稳定性和操控性都会提高 如果把火箭通过连接起来支撑开 构成一个比较类似于四旋翼飞行器的布局 然后实现它的控制力矩的增长 有些想法可能比较贴近公众实践 有些想法可能更多也还在概念设计阶段 需要我们慢慢逐渐地完善 对我国这个可回收各个专业方面 更多地给它起到了启发性 开阔了一些思路 电池回收它的重点在于发动机 特别是发动机的高可靠性 如果用电池大概2.9到3.1 查到一些参数 在这个最高路人员提到电动骨参数 只是因为磁流体发电装的 它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对我来说